所有的設計 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們 對於宗教文化的重視 甚至對於我們這個 袁小姐的一個重視 所以我們從2月12號到3月13號 所有來到我們花燈元鄉 來到北港 你都可以透過我們的 北港堂場 來到我們的 顏思起的紀念碑的公園 甚至透過我們的街道巷弄 來到我們朝天宮的主燈 來到我們的北港水稻投園區 來看看我們所有的 以光打造的一個環境 跟所有的光雕 跟所有的水結合在一起 可以說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亮麗 也非常的柔和 可以捕慰你的心靈 也可以讓媽祖的神恩感照 甚至也可以得到媽祖的庇佣 所以在袁小姐的前後 我們非常歡迎所有的鄉親來到我們北港 不只有非常好的美食 又可以賞花燈 又可以祈福拜拜 我想我們用一個非常熱情的心情來歡迎大家 當然也希望大家能夠把防疫做好 口罩要戴緊戴密 保持一個社交距離 媽祖的庇佑 然後來到我們這個燈會的元鄉北港 透過這個整個我們這個就是在花燈上面的一個觀環境的設置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心靈上的一個福味 所以整個這個就是北港的這個燈會元鄉的燈區 我們也配合防疫擴大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從整個大北港的區域 然後走進來 然後透過這個就是燈 這個燈籠的部分 也是源自於這個媽祖的這個冠冕上面的這個這個豬連 然後這個豬連也象徵的 就是一顆一顆的豬連來庇佑 所有的就是就是媽祖的這個子民 那也希望就是大家來到北港 可以就是不管是在我們的燈區 水道頭還是草天宮 還是這個圓環甚至是巷弄 都可以感受到台灣燈會元鄉的這一個就是 濃厚的氣息 以媽祖豬連的光環境來以燈海為主題 那就像是我們走在媽祖娘娘點燃的平安燈下來欣賞這個燈會 讓我們家家都可以平安順遂 是燈會元鄉在北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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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